大家好我是PonBon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詹本人王國8月9號的更新更多內容 我們要快速來看重點 首先第一個是換湯不換藥的 特別區域又再度新增了 這一次的篇章是 竹夢人與海的第一章 從我們的赤龍改版了之後 到那個搖滾節 到這一次的竹夢人與海 全部的UI都用的一模模一樣樣 只改了主題而已 就相關的東西如同換皮一般 我真的是希望低色 真的如果要好好更新的話 必須要反思一件事情 玩家們除了不想要泰克的內容之外呢 你自己的UI也要好好的來做修改 而不是我只是換個主題 然後套用同樣的介面 玩家們看久了會很疲乏 我只能這樣子說 這一次竹夢人與海還有優化一些東西 不再像之前一樣有一般跟暗黑 而是直接你戰鬥的時候可以選擇普通跟困難 那完成困難的難度 就是你首度通關的話是可以直接獲得兩個的首次通關獎勵 包含普通 所以相對來說如果資源等級比較高的玩家 你可以比較省時一點啦 那有沒有省鵝毛筆呢不知道 但是他這麼做 其實部分一般跟暗黑 可以讓低色省了 在做暗黑關卡背景的時間 相對來說也省了一些成本 我們這個是在替低色做著想 好嗎 低色越來越省時省力了 我只能這麼說 給人的觀感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鵝毛筆必須要使用這個月光珊瑚的鵝毛筆 每隔一段時間會自動回復 同時可以透過看廣告的方式還有禮包 以及還有額外購買來獲得 一定有看廣告啦 這個才是我認識的低色啦 再來另外一個是這個貓布盒 貓布盒的話一樣就是換個新衣服 然後再來有新增的 這個兌換商店 那都長一樣 緊接著是這個竹夢海結晶的傳說扭蛋 那這一次的傳說扭蛋是包含了海鷗金跟我們的 那個黑珍珠 那這次特別講一下 他的傳說扭蛋以前的話是250 那這一次的話改成270 但270的話你是可以同時獲得自選寶箱 選擇自行想要的餅乾喔 可是包含著一個成長專用材料 這個有點可怕 唉稍微叹氣喔 那新增的這個果醬寶石 果醬寶石這邊真的要值得吐槽一下 傳奇餅乾本身他要抽的稀有度 本來就比較低了 %數本來就比較低了 聽什麼他一定要有果醬寶石才能夠強化他 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奇怪 那我相信低色一定是冒著被噴的風險 希望我們這些拍影片的人也來噴啊 就大家罵一罵延上一下有多增加討論度 那我也只能這樣講 我總不可能跟你們講說 我覺得這個改動還不錯啊 哇靠那被噴的人是我耶拜託 對吧 這個超級欠噴的 那更欠噴的來了 新增的這什麼東西 上古傳奇跟龍竹的餅乾專屬 新增的這個果醬寶石喔 所以以後的話 上古傳奇龍竹相關的等級都會有喔 那只是海妖精跟黑燈珠 是一開始首次的喔 那來看一下果醬寶石的效果吧 除了有中二的這個放招的技能動畫之外呢 還能夠強化 就是餅乾原有的一些技能效果 海妖精的相當的中二 那黑燈珠的呢 也非常的中二 那 看完了那個相關的效果之後呢 他會跟你講說這個是開發中二動畫 那之後的話肯定是會更中二的 然後再來一個我覺得很可怕的東西是隊長效果 那這次隊長效果他目前只有寫在特別區域的隊伍 那也不確定之後會不會有別的 因為只要有相關的果醬寶石 你的話就可以設立為一個隊長 就可以可以發動起隊長效果 就只能夠設為一個 那包含了未來的上古傳奇跟龍竹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之後的話就是 坦白講他就是變得更重課了啦 我只能這樣講啦 這就是 江北人王國之後的方向 對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超越效果的話 這邊有跟你明講說你的海藥金或黑燈珠 你的星數只要越高他就會有額外的效果 是不是好棒棒 那果醬寶石的話他目前看到這個圖應該也是加30 你就直接明講魔法堂不就好了嗎真是的 這個效果呢 居然喊到破音 氣到破音你知道嗎 這個效果呢除了本身的這個 加15之外呢 還有看你相關超越的星數 那我自己的海藥金黑燈珠 其實都是可以超5的 只是要看我的材料夠不夠 就是 那個靈魂碎片 那來看吧 海藥金的對長效果果醬寶石的話 是增加水屬性攻擊的傷害 那滴射在公告也沒有明顯說 這一次有新增水屬性的效果 那這一次直接跟你講說 就是有水屬性的傷害了 超越效果的話 這一邊海藥金我們看CP值最高的話 是看到超越4吧 超越3的話就是有多水流嘛以及還有更高的傷害 針對攻擊攻擊最高的對象 超越4是暴擊傷害增加 超越5的話就攻擊增加 所以到超越4效果是最好的 目前看下來是這樣子 黑珍珠的話呢對長效果就是無視敵方 %的傷抗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欸其實兩個的不太一樣 所以黑珍珠餅乾是到超越5的時候還有暴擊傷害增加 哇這次滴射真的是沒東西可以寫了是不是 各式各樣的暴擊傷害增加傷害抵抗然後什麼blahblahblah的一大堆什麼打擊數增加 好像能寫的就這樣子 就是感覺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是這個水牢獄啦就是新增的這個額外的效果 我目前看到比較特別的應該是 海藥金本身他是跟水屬性有關 那黑珍珠餅乾的話他本身是有增加額外的趴數傷害 好像就這樣子 就是海藥金重點其實是水屬性攻擊 那黑珍珠的話應該 應該也要寫什麼水屬性攻擊吧 照收看吧 因為這一次比較多的感覺真的都是跟果醬寶石有關 說實在的有點小難過 果醬寶石跟魔法糖是一樣的 是達到50人了之後會有類似的效果 那一樣是需要用專用的材料 那這個專用的材料啊 應該是只能用課金跟活動的方式啊 我覺得那個一般我們在製作魔法糖的地方應該是不能用的 他用果醬寶石主要就是要跟魔法糖應該是有所區分的 我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才能夠更顯得 尊絕不凡 然後更讓你有誘因去課金吧 對應該是這麼的說 希望 不是這樣子 希望一般製作魔法糖的工坊可以製作這個果醬寶石 真的是希望 緊接著新增了這兩隻餅乾的實證戰場 那這個的話就是可能是一些挑戰關卡之類的東西 然後 可以獲得 相關的獎勵 就是相關的那個製作素材 OK 你看這邊的話應該是有這個階級月高好 我的天啊 拍一個改版公告沒有想要行累那麼久 我的天啊 好沒關係就這樣吧 好那我們相關上面的前面都講完 那緊接著新增的超級稀有的薄荷糖餅乾 哈哈哈 上面兩個改東西完全把薄荷糖的光環全部消掉了 好可怕喔 薄荷糖餅乾是屬於資源型的餅乾嘛 技能的話呢是可以召喚薄荷虛精 然後再來是可以恢復我方的體力並且可以產生出傷害抵抗 以及還有減益效果抵抗等增益效果 然後鯨魚登場的時候又有額外的水波蕩漾 我不確定他這個是不是有其他額外的效果 還是有機率性可以召喚出不同 額外的東西 因為 一下子寫哪一隻登場會有一個體力護盾的東西 一下子寫哪一隻登場了之後會有造成水阻性傷害喔 我好怕他是那個狂糖球餅乾喔 目前我們看官方釋出的動畫看不出來的所以然我只能這樣講 那當然是希望 他是一個娛樂的餅乾 這樣子這一次的改版就是 重點就是這上面的東西喔 我只能這樣子講好嗎 然後再來新增的服裝的話是黑珍珠餅乾 的前身那個白珍珠餅乾喔 然後王國競技場這邊變得更加有趣了 對我真的是希望就是滴色好好想清楚吧 就是 好競技場見面有改了好棒棒 然後再來賽季的話就是 可能有新增一些新的任務吧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這個推薦餅乾 攻擊隊伍的時候可以套用額外的特殊效果 真的是好棒棒 緊接著還有新增了這個競技場防禦隊伍的練習功能 但是其實他這個隊伍練習功能我覺得你就直接跟 一般的好友練習其實我覺得效應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只是可能是讓好友如果沒有換隊的玩家可以自己在測東西吧 還有一個是這個競技場底座的裝飾 就是滴色還是沒有想清楚 就是玩家們其實就是不想要一直這樣打競技場 以前有大師雕像不是很好嗎 那你改這東西到底要幹嘛 很抱歉我講話講很遲喔 我真的有點受不了了 我不太懂 滴色都在做一些玩家們不理解的事情 然後他們就自己在自嗨 對我只能這樣說 然後再來戰鬥的話有重播功能 人家那個 國服那一邊他們之後是要把競技場變成2倍數 你現在我是打完了我重播我可以變2.5倍 換了黑喔這在幹嘛 不懂 然後再來那個競技場這邊有新增的這個 精英大師的段位 那精英大師的段位的話他是 在大師1 的中間 就是我也很不懂滴色的邏輯 可能讓玩家們覺得就是可能拿更多的獎勵吧 但是你要拿更多的獎勵或更多的獎牌 之類的東西為什麼還要再區分一個精英大師呢 這一次改版我光看改版公告我的火力就要出來了 一元大廳 兩個川西餅乾 好棒棒 雪洛鯊魚之後還有魔法糖 更棒棒 所以你目前有看到 雪洛鯊魚之後會有糖啊 這個圖就糖嗎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就是兩個的那個靈魂果醬嗎 果醬寶石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就是薄荷糖 目前就這四個啦可能之後還會有一個 相關的餅乾吧應該站在中間之類的 沒什麼好說的 然後新增特殊配料太棒了 然後新增的這個音樂大廳新增的專輯很讚 越來越敷衍 然後上古傳承的這個相關的難度有降低 那糖的電視研究室這邊從7等到5等嘛 那就配合著國服二測內容跟這個是一致 所以應該之後就是應該會優化一些 競技場爭鬥速度的部分吧 既然 他這邊的這個研究室跟國服的東西是一致的 就是二測內容這個修改是一致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就 就是往那個方向走啦 可能競技場之後會變二倍數之類的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改版 看了真的是讓人看了真的是有點心灰一人 但是不管怎麼樣啦 我們還是期待8月9號的更新公共內容 那還是希望這一次的這個 竹木人與海他會有一個不錯的主線劇情 讓玩家們來拭目以待 好啦那到時候一樣會來開直播啦 看一下我們這一次新增的這個果醬寶石的威力 我是LongBone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